《薇家書》第二章 禍災,那些在床上徒謀罪業造作奸惡的 天一發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來了 他們貪圖田地就佔據,貪圖房屋便奪取 他們欺壓人,霸佔房屋和產業 所以耶和華如此說 我囚惑災禍降雨者族,這禍在你們的頸項上不能解脫 你們也不能昂首而行,因為這是世事惡的 到那日,必有人向你們提起悲慘的哀過 既次說,我們全然敗落了 耶和華將我們的份轉歸別人,何警使這份離開我們 他將我們的田地分給背翼的人 所以在耶和華的會中,你必沒有人黏溝,拉準成 他們說,你們不可說喻言,不可向這些人說喻言 不注地羞辱我們 雅各家,豈可說耶和華的心不忍耐嗎? 這些事是他所行的嗎? 我耶和華的言語,豈不是與行動正直的人有益嗎? 然而近來我的民興起如受的 從那些安然經過,不願打仗之人身上剝去外衣 你們將我民中的婦人從安樂家中趕出 又將我的榮耀從他們的小孩子進行奪去 你們喜來去罷,這不是你們安息之所 因為污衛使人毀滅,而且大大毀滅 若有人心存虛假,用謊言說 我要向你們預言,得清酒和濃酒 那人就必作者民的先知 雅各家,我必要聚集你們 必要招聚以色列聖下的人 安置在一處,如波斯拉的羊 又如草場上的羊群 因為人數眾多,就必大大喧嘩 開路的在他們面前上去 他們直闖過城門,從城門出去 他們的王在前面行 耶和華引渡他們